频率交流时 也正是朋友心意被串起时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在哪里 欢迎来听我的声音 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 周一至周五 晚间九点 好朋友 正式上线 晚间六点整 欢迎大家锁定 卢秀芳中天辣晚报 今天是6月4号 星期五小周末 没有悬念 没有地方可以玩 不能够朋友 聚会大家乖乖待在家里面 注意疫情来乖乖的上课 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是下雨了 坏消息是淹水了 对不对 监狱向的暴大 我刚才一进这个摄影棚 看到我们刚刚 有个摄影师他已经离开了 穿羽绒衣进来 我说你今天有这么冷吗 有这么虚吗 他说他出去买个咖啡 全身湿头 只有头顶是干的 因为打伞了完全没有用 问一下大家 你住的地方有灾情吗 跟我们报下灾情好不好 你看到台北是中号东路 有没有 淹成一条河 信息计划区那淹成一条河 不过我看到好像有南部的朋友说 太阳很大 也有国外的朋友说太阳很大 当然下雨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但下沉这样真的是有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希望是下在对的地方 我们的水库希望能够解渴 希望中部地区攻五停二 就可以暂停了 何况我们还有疫情要应付 真的是很忙很忙 所以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关键字 关键字有什么呢 确诊数破万了 今天6月4号 大家记得在日本送来AZ的这一天 我们的确诊数已经破万了 然后今天新增加了472例 单日21人死亡 还有单日年轻人2人死亡 创下了新高 年轻人好好忏悔一下 我们稍后有个年轻人忏悔大会 好客观只告诉大家 拍卡打麻将 线上打一打就好了 对不对 前星期我都会跟大家讨论 你要去哪里玩 去哪里喝杯啤酒 现在告诉你 通通乖乖待在家里面 大家来上课 然后我们的侯友宜说 医疗量能只能够再撑4天了 新北市重灾区 新北市守不住的话 我告诉你 台北中部南部 一向子全部都要崩盘 拜托我们的中央 多多顾一下新北市好不好 拜托了 还有美国爸爸要送给台湾疫苗 这边送那边送最重要的是快了 现在什么时候是好疫苗呢 打得到的就是好疫苗 就算国产疫苗现在出来了 如果真的通过认证我们也就打 能够打得到就是好疫苗 所以大家已经不要分蓝绿 不要分哪一个国家 不要分什么厂牌了 有疫苗就不错了 还有我们看到 今天还有一些最新的民调 最新的民调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怨高涨 民调里面反映出了民众什么样的诉求 稍后我们一一来看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流量 以前星期五流量就不会太好 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 拜托我们今天冲一下好不好 紫评线18000 主评线6000多 感觉像没有以前高 大家千万不要防疫松懈 今天还是有很多最重 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 包括很多年轻人 你们要注意了 看起来这个染疫的数字确实 年轻人的部分是有提高 怎么回事 要小心 两个小时的课程 一定要全部看完 中天快点购 推出系列马克杯 文创繁布袋的中天专属 文创商品 只有在快点购 独家贩售 文创繁布袋 结合中天理念 时序热议话题设计 中天理念马克杯 体现经典诉求 时事杯 结合热议时序 最新的导落话题 还有中天电视频道 250万订阅纪念碑系列 中天文创商品 推成初心 喜爱中天 支持中天的朋友 品中天 快来中天快点购 骨质疏松是可怕的隐形杀手 许多人拼命吃钙补钙 效果却吸收有限 骨科医师指出 关键在于活化造骨细胞 才能启动骨骼的生长 身体才会吸收到钙质和胶质 欧洲药理学期刊发表报告 指出汉方蛇床紫素 具有明显增加造骨细胞活性 及促进骨胶原的功能 六周的细胞培养和动物实验中 证实能够有效促进造骨细胞 进而促进骨质的合成 改善硬骨流失和软骨磨损 以上资讯由鼓励部赞助播出 好 网上的朋友 我都看到你们了 Chang Queen 3 今天我第一个念你的留言 因为好开心 恭喜255万订阅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立珠 中天加油 金凤支持中天 张先生 嘉一 我按赞 郑中每天都帮我们呼唤大家 转子屏 非常感谢 左边也在帮我们加油 还有我们看到荣祥 你看一堆一堆加油 确实大家都要加油 我们都说同岛一命 事实上我不是很喜欢这句话 没关系我们大家 同岛都来看中天好不好 我们讲实话 来监督我们的政府 看看哪些做不好 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帮忙 也一起来加油打气 OK 加油打气 该加油的时候绝对加油 这点也不用吝啬 好 请接着我们来造句 每天的造句都是我们的重头戏 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 今天我们大家要共同来 向陈时中道歉 因为疫情开始 感觉上数字飙高了 陈时中觉得都是年轻人 有没有 年轻人防疫松懈了 所以年轻人就想说 陈时中说我们松懈了 那我们很抱歉 所以网路上有一个第一届 向陈时中道歉大会 有没有听到 年轻人摄影师 道歉一下 怎么道歉 我们看到年轻人在这里 辫子妹 辫子妹要带头示范一下道歉 辫子妹说 对不起两点钟 是我防疫松懈 所以我们今天造句很简单 我们大家都要诚心忏悔 好不好 我们都没有做好 对不起什么什么什么 今天示范的第一个句子叫做 对不起慢闹钟 我不应该投民进党 这样你就不会当卫福部长了 第二个道歉 对不起不陈时中 我不应该出门上班赚钱养家 我们大家都拜托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开始造句 是不是满满的道歉 我们留给陈时中看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没有做好 都是我们的错 政府一点错都没有 署长你要不要忏悔一下 我有两个忏悔 第一个 对不起不陈时中 是你忘记潜伏期 他竟然是礼拜天礼拜一 说是什么疫情趋缓 然后2345这疫情上来 就说是什么大家放松 没那么快 人家年轻人都有 跟他提醒了说 有钱夫妻好不好 没那么快 第二个忏悔是说 对不起不陈时中 点耳道铃 忘了劳工也是人 对 他忘了好多好多事情 他就一直让我们耿耿于怀的 那个三加十一的报告 对不起不陈时中 那个三加十一的报告 我还是很想希望你拿出来 大千来忏悔一下 你要有诚意 好 我应该要这样讲 对不起国民党的努力不够 国民党应该更努力 台湾人民就不用受苦受难了 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诚意 很有诚意了吧 真的 这个也很沉痛 代表我们全党的同志 跟大家道歉 对 确实 大家对国民党也很有期待 希望你们能够 是不是再多给民进党 一点压力 否则你知道817万的选票 这么高的选票 感觉上就有这么高的底气 好像民众的呼声 他都不愿意听 但是今天稍后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民调 看得到目前死亡交叉 已经来到了 接下来别忘了 8月28号有公投 四项公投 大家是不是到时候 就可以校正回归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辫子妹 支持我 支持晚报 支持中天 所以现在很多民众的力量 大家都说平常斗内 你们YT都被抽成了 事实上我只想斗内中天 所以你们的心声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个滤界金流 怎么动 这个辫子妹 在这个留言板上 会详细的告诉大家 有没有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进去 这个部分很方便 因为你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可以用网路的ATM支付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甚至这个实体ATM也都可以 超商也都可以 所以它其实很方便 你透过滤界金流 跟透过YouTube 来斗内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滤界金流的部分 钱百分之百 进到中天的账户 YouTube的部分 大家知道 要被YouTube抽成 抽三成 很贵 所以拜托大家 大家的这个斗内 我们非常非常的珍惜 你看看 目前已经有很多朋友 斗内进来了 宜贞 国宴 东元 上过台大的马晓菱 走南闯北 文卫 爱台湾 蕭柏林 肯德等等 谢谢大家 你看到动作很快 所以其实是很方便 还有这一位 8500块钱 这位是在一个美国的朋友 他非常非常支持 这个留言的内容 就是在帮中天加油打气 斗内我们这个300块美金 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以这个斗内已经启用了 他的QR Code就在旁边 所以欢迎大家扫一下 斗内我们就改由这个方式 当然今天我看到 我们的整点新闻 有很多的网友 好像操作不是很熟悉 没关系 刚开始YT斗内 大家也不太熟 但是慢慢慢慢就会熟了 很多的建制 我们也慢慢的优化当中 现在做的可能还是有点卡 没有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 也谢谢大家 好 导播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到 好的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还是水神 你今天来领了吗 但现在好像来不及了 我想你应该领了 因为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门口好多人 我看到阿嬷拿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桶子 她回到家 大概是全家要消毒干净 没有错 水神最好的就是什么 最大的优点现在免费 真的是免费 所以星期一到 明天后天不要来 因为周六周日 我们的工作同仁忙了一个星期 真的也很累 让他们休息一下 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 欢迎大家来领取 一进棚还是一样 大千 署长都要喷一下 我们每个人喷一下 我刚已经先喷了 对 我都一进来之后 从头这样喷一下 你知道鞋子也要喷 手机也要喷 桌子也是 回到家里 还有沙发凤凤里 很多人回到家没有换衣服 就屁股坐在沙发上 所以放假在家比较有时间了 如果星期一到星期五 拿了很大的桶的话 回家全家人一起来消毒 我们要先把自己顾好 因为还没有疫苗 好 紧接着我们就进入第一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最新的一个数字 472人确诊 单日21人死亡 确诊数破万了 今天是一个不能讲里程碑 今天是一个新的一个界限 还有现在又爆出群聚感染 晶圆电子77例 现在苗栗 会不会变成一个下一个重灾区 不要吧 新北市227例 台北市152例 新北市还是很严重 然后苗栗现在跳到了第三位 接下来桃园台中基隆等等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也都是不断的在爆出来 这个东西我们看直向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横向的好不好 我今天特别调出一个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不过另外一张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星期来 5月22号 这样子有没有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从5月22号到6月4号 我们现在都把数字填上去了 第一行是确诊的部分 大家看到有没有 大概在200多到300多之间 校正回归 我们看到从两位数到三位数 最高是400有没有 5月22号400 死亡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两个人6个人 11个人13个人19个人 在5月29号那天也是21个人 今天又是21个人 之前大家有在讨论 接下来如果分子很大 确诊人数很多的话 可能这个死亡的人数也会飙高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我们可能即将要面对 现在飙到了21人 会不会死亡人数也要校正回归 今天星期五 我特别调出了这张给大家看到 大家就很清楚的看得到 我们的疫情的变化 有趋缓吗 好像没有 好处想是也没有特别的飙高 但是往下走也并没有 所以疫情跟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差不了太多 我觉得之所以没有飙高 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守规矩 但是接下来一定要更守规矩 因为这个数字要飙两倍 我告诉你也就在弹指之间 也是很快的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第一张板子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柯文哲的解读也是这样 疫情有控制但是没有扑灭 然后潜在的感染区 他说注意到你住台北市吗 你在台北市上班吗 已经散布在台北市的各区了 所以他认为三级管制 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取消的 这一点当然我们在诚实中 他都是讲得很模糊 他的讲话都需要稍微翻译一下 他说没有考虑降级或是升级 也就是说可能是一直维持在现在 降级没有条件 升级他又不愿意或是他也不敢 所以大家就是一直停留在这里 然后他也说拜托很多人放假 太无聊了打牌 打牌四个人好像没有超过室内 五个人的规定 但是可不可以真的不可以 拜托大家 所以打牌用线上软体就好了 新北市的状况真的不太好 到现在为止新北市并没有明显的在降 进入了新一波的高峰 提醒如果你住在新庄 细致疫情还稍稍的升温 这两个地方的民众特别小心 特别留意 家庭传染源高达40% 所以在家要戴口罩 这个听起来匪夷所思 说实话我也看到一些网民 都在讲怎么可能 我才回门已经闷闷了好久 我好不容易回到家 礼拜礼拜天你叫我戴口罩 真的没办法 因为现在你必须把你旁边的人 当成确诊的人 尤其是你住在热区的话 其他地方可能还好 在热区的话 你再怎么样的谨慎都不为过 医疗量能只能够再撑四天了 ICU加护病房加到了176床 还是非常的紧绷 要进到ICU的 大概就是重症了 所以要小心 城里到宅快筛队 锁定确诊者家庭 像老幼身心障碍等等的接触者 直接到家帮你快筛 这个是对的 这个叫做超前部署 我要问一下署长我不太懂 第一个没有考虑降级或升级 大家了解他的意思 第二个 维护押病房是什么意思 然后北病南宋来救急 这个上次已经讨论过了 到现在我们看到 新北市的状况并没有比较好 不只是数字没有降下来 同时他们的医疗资源记不记得 刚开始爆炸的时候 就说新北市已经很紧绷 到现在为止不断的增增 增加了176条ICU 还是不够 请问一下 我觉得侯友宜也蛮可怜的 他要透过记者会呼吁 两个人之间的管道 是不是不太畅通 我们的中央不能够 他们到底说 现在你透过电脑连线等等 应该掌握得很清楚 看到哪里不够资源立刻过去 还要一个首长在记者会中去呼吁 去告诉大家 去拜托大家就是到底在干嘛 然后维护押病房设立之后 这些状况会好一些吗 第一个我要请行政院院长 请苏院长你要亲自打电话 给侯市长跟柯市长 烧到这样这么久了 这么久了 如果你行政院院长你就躲起来 你也没有打过电话去关心 关心完地方首长的建议 请你直接下达命令 给陈指挥官 因为很显然地方讲的 他这个以前他有时候就是 大家都常常骂这些人物消遣 说耳朵长检 我看好是陈指挥官耳朵长检 这个我们以前在地方当过 这个卫生官员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苦苦的要去防疫 但是常常中央的官员 他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只要看到每天神壇 上在讲什么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最直接的方式 我也不敢拜托蔡英文总统 但是最起码苏贞昌院长 你要直接打电话给这两个首长 另外就是负押病房这事情 我们也呼吁很久了 事实上不应该在这种时候 还一直把病人丢到医院去 因为我们人口老化的关系 这些医院本来他就这些 平常的病人就很多 你这样多了一个疫情 然后这样塞进去 医院那个感控压力很大 我前天也跟大家报告了 我算了6月1号 6月2号 死亡的25个人里面 就有5个 5个他是一般的病 不是新冠肺炎住院 结果住院之后感染 他都死了 1分之1 好可怕 所以不要再这样子 不断的在用错误的政策 在扩大灾情 而且在压垮医护人员 所以就 苏院长你就设一个真仓 真仓放轻症 然后叫做大屯山医院 来放这个重症好不好 什么名字都没关系 你就是要加开医疗资源 不要再用这些 什么微腹押 什么叫做微腹押病房 这微腹押病房是要收治哪些人 我也听不懂 那就是头等仓不够做 我说头等仓逃难 叫做何不食肉迷 现在头等仓不够做 他就说来做商务舱 这些都不对 你直接就是要另外 来把这样的资源设下去 而且一点都不难 你把体育馆这一类的场所 做适当的处理 怎么样来做过滤 这些国外都有经验好不好 所以这些要赶快来加油 疫情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这里都讲很久了 我们早就看到 你台北市各区都有病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双北 我个人在看那个区限 刚刚秀芳给大家的是公布的日期 确诊的日期 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 发病日期的话 其实我真的 一方面我要感谢这两个 这个地方政府 另一方面我要感谢我们的民众 前天我跟大千去另外一个节目 还说是我以前的卫生署长 说什么有四波高峰什么乱七八糟风 他就不知道凹下去的都在哪里 都是一个礼拜前是周末 都是一个礼拜前周末 所以真三级比甲三级有效 他就周期性的会降一下 周期性的会降一下 可是为什么也没有快速的冲上去 一个是 当然甲三级做半套 还是比没有做好 另一方面我就说这个检测 就是跟病毒在晒跑 结果他的这个检验的阳性率 大概都维持在那里 他没有更低 事实上你每次看到3% 你隔天就应该加倍 就要加倍的塞 你这样就可以再塞出 更多的病人出来 但是他们有在塞 只是他塞得不够快 他每次塞的时候都是有症状的 所以他已经传出去了 但有塞还是比没塞好 他传出去了 最起码他再把他接触的人 赶快也隔离起来 所以这两个作用 加三级再加上地方政府 虽然不是跑比病毒快 最起码有稳稳的跟在病毒后面 所以就勉勉强强的 把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曲线 勉强把它压住 但是我们就说你灭火 灭火哪有人每次都说不好意思 把它全部灭掉 只要火没有烧比以前更大就好 结果这个火苗就会串出去 串出去 果然就已经串出去了 就串出去 对不对 那都是跟在后面灭 现在更痛苦 更困难 你看到不只这两位在讲 台大仁农医院的院长 有黄立敏也说 他说最后11天观察期 很难降级 跟大家讲6月14号解封无望 我听到好多好多 你知道小朋友 有没有 家里面的小孩 本来在家里面上课很快乐 现在已经闷闷这么久 很多都很想念同学 我以前跟我家小朋友说 你可能要一直停课到暑假了 暑假的时候就回到学校 5月11号就讲了 很想念学校的音乐课 体育课 想念校园等等之类的 所以怎么办 最后11天观察期没有办法降级 现在热点像打地鼠一样 批啪批啪不但跳出来 苗栗就跳出来打一下 那边跳出来打一下 如果说你像书長讲的 你早就把他自己都做好的话 就不会冒这么多 这很奇怪 想不通 这个医师江国瑜也说 回到本土零却诊 已经不可能告诉你 斩钉截铁不可能 所以他也说 好啦 设疫苗战比设快晒更重要 虽然是没有错 但你疫苗呢 对 但是他讲的还是错 我们都一直说要爽管齐下 还有刚刚秀芳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希望 我希望这些防疫团队要听进去 不要再搞什么同岛移民 全部都要淹下去 我就说 其实有一些县市是有机会的 所以全台湾马上归零的话 你光双北就很辛苦很难 但是有一些县市有机会归零 所以不要一直认为说 我要等它烧很大 我要开始去免弄 那些一个的地方 赶快扩大裁剪 你还有机会清零 然后你交通要做管理 要做管理 是有机会的 你讲得很对 我不太喜欢同岛移民这句话 我赞成我们台湾此刻要团结 就是没有错 大家互相给一些温暖 但是同岛移民 我们能救的先救 有些律区能保留的先保留 对不对 救一个是一个 对不对 为什么要同岛移民 好像怎样 没有疫苗 大家就都在那边等 我们等到国产疫苗 我们一起来赌命 不需要吧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的科技 我们现在台湾的量能 我们的进步的一些水准等等 我们不需要同岛移民 我们同岛可以团结 但是大家拜托不用移民 所以你看到现在有能力的人 大家就逃命 谁要跟你移民 对不对 你不能给我疫苗 我到了别的地方 我如果有能力 我可以打得到 我为什么要在那边跟你移民 而且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有一些现实 因为现在最惨的 就是这些小商家 所以他明明一例或两例 你可以去清的 你要救这些地区的商家 你把它清干净了 它是我们可以分区解封 就让他赶快清干净 他可以早一点来恢复营业 我们不需要同岛一起解除三级 我们可以分区解除 对 所以你看现在小商家 照理说今天这个周末 今天这个小周末 很多商家就开始有没有以前 门庭弱势 很热闹 礼拜六礼拜天转一波 现在说实话 台北市现在跟鬼城一样 真的 一到晚上七八点全部都黑 好可怕 所以大清我问你一下 现在又创一个新名词 叫为负押病房 要干嘛我也不知道 之前你记不记得 本来是集中检疫所 或者加强版集中检疫所 本来是三级警戒 加强版三级警戒 现在又来个为负押病房 它创出一连串的一些名词等等 真的是有必要吗 现在很多人其实开始讨论 就是说你要痛苦的 两个星期的封城 还是说你要三个月 五个月的继续疫情的蔓延 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 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封城 但是政府确实应该采取一些 比较明确 比较果断 而且比较严格的一些方式 就像署长讲 他给了很多方法 所以又来个为负押病房 来了一大堆新名词 很多人都说下午的记者会 就很看不懂 现在旁边不是有首语吗 当然是给阴亚朋友看的 我们觉得还应该是不是 就是在设一个翻译官你知道 把他的话翻译出来 翻成白话文 大家才听得懂 我想其实指挥中心在这段期间 让台湾人民看破手脚的 就是大家终于看清楚了 指挥中心实在是非常的 刚愎自用跟固执己见 就是如果指挥中心真的有能力 你要刚愎自用 你要坚持己见 我想大家都可以尊重 可是事实证明了 指挥中心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在他们坚持己见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其中还有很多 意识形态的成分在里头 譬如说方舱医院 就这个名字火神山医院 就类似的这样的概念跟名词 只要中国道路用过了 指挥中心就好像认为 台湾是绝对不能碰的 我们是绝对不能提的 我们就算要做 名字都要改一下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 所以其实坦白讲 就像刚才署长所提到的 如果我们早一点 在一两个礼拜以前 这个疫情一爆发 指挥中心就开始辅导地方 开始进行方舱医院 跟类似像火神山的医院的设置 轻症跟重症都各有去处 我们就不会拖垮 现在的医疗量能了 就不会发生到 像侯友宜市长讲的说 新北市的医疗量能只剩下4天了 快要撑不住了 指挥中心是一定要等到撑不住了 你才愿意去盖个方舱医院 才愿意去做一个类似的 火神山医院吗 这两个礼拜前 就可以做的事情 口口声声讲的超前部署 可是真的事情发生了 你会发现他一点都没有部署 而且第二个我的感触最深 就是侯友宜市长讲说 家庭传染高达40.7% 我记得我讲过的那个案例 就是家庭传染 一个阿嬷中了就全家中 为什么阿嬷中会全家中 也是刚才所长讲的 因为你裁剪的速度 比不上传播的速度 所以当阿嬷去裁剪 他要等好几天才确定 他有没有中 可是阿嬷跟家人都是住在一起 这个家那么小就这么几个人 你要他们去怎么隔离 于是当两三天之后 阿嬷发现确诊的时候 抱歉全家陆续都会确诊 所以一人中全家中的关键因素 就是因为你的裁剪量能不够 你为什么不能赶快裁剪出来 赶快隔离收治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感染源拿掉了 如果你拿不掉的话 我相信未来的家庭传染 还是会一样的严重 因为台湾有很多地方是大家庭 尤其是现在你说双北就算了 到中南部可能更严重了 如果今天真的让他走到了中南部的话 中南部的家庭的聚集是更密集的 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在于 我们指挥中心根本就没有做 任何的超前部署 你的筛减量能不够 你能快筛普筛的概念 你也不愿意做 因为中国大陆做了你就不做 你说什么就是不做 到现在还是要做了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 如果现在能够赶快针对 像刚才署长讲这样一例的地方 你就普筛 就把它全部把它筛出来 大动作的来筛 这些各县市的县市长 要以台北市跟新北市为鉴 就如果台北市跟新北市 当时能够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做全面性的普筛 也许今天的疫情 可能还不至于这么严重 可是没有 因为指挥中心反对 所以双北跟新北要想尽各种办法 用各式各样的理由 来设这个快筛站 可是如果今天各县市的 这个县市长为了自救 自己现在就开始先做大规模的普筛 也许就可以把这个疫情 感染源给都找出来 你就可以保护住任何一个县市 是台湾现在岛内的净土 我还是同意大家刚才讲的 没有什么同岛一命的 为什么我的命要被陈时中理掌握 为什么我们全岛的命 都要被你们影响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 把我们的命交在政府的手上 各县市政府 如果当中央政府的指挥中心 已经失能了 那么各县市政府的县市长 应该要全面的采取自救的措施 县市长是想采取自救 但是别忘了 现在所有的资源掌握在中央 所以当然就是说目前还维持 至少不要这个撕破脸 让它难堪 你想想看 光是之前那个疫苗的分配 有没有 高雄拿到那么多 高雄人口也没有新北市多 确诊也没有新北市多 但是高雄分配到的疫苗 竟然比新北市多 这就是我告诉你 逆时中的一个下场是不是 所以现在各县市首长也很难 只能够透过这个记者会 向大家喊话 告诉民众 我不是不做 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这句话希望大家 未来怎么样民众 如果说你所在地 新北市的民众所在地 是不是打电话给你的立委 所以我就要求一下 这是人民的生存权利 我要请大家注意的 今天21个死亡个案当中 男性14位女性7位 注意今天单日增加了 两名年轻人死亡 两名年轻人死亡创下了新高 其中一名30多岁的年轻男子 确诊三天就过世 另外还要告诉大家 又出现了疑似AZ的特殊血栓 有一名20多岁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 打了疫苗之后 两天之后她发现 幼肘肘头痛恶心 查出血小板第一下 还有你记得吗 爆出的第一例 这一例是官方认证的 确实是AZ导致的血栓的首例 官方认证 她才30多岁 很年轻 怎么办 本来那个新闻当然就没了 现在是亲友在脸书上 如果不是在脸书上报 大家也就以为说 她就没事了你知道吗 不是有多惨你知道吗 这个亲友筹70万 让他打自费的 这个什么免疫球蛋白来保命 你知道家境可能不是太好 听说全家在筹钱 家当全部卖光 连家里面那个碗打电碗 PS4全部都卖掉了 有这么惨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 真的吓坏了 天哪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对于陈指挥官 在神坛上面发言 我真的又昏倒一次 我说为了来节目 我每天都要昏倒很多次 因为我一定要去看那个令人 被迫要看那个记者会 很难忍受的记者会 事实上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台湾本来就有预防接种的 受害救济的办法 然后像他这样打完预防针 他有一个强烈的反应 而且是致命性的 危急生命然后还住院的 这已经是达到了 这个严重不良反应的程度 我们政府本来就有规定 就是严重的程度的给付 像这个是 因为他已经诊断出来 叫做血小板低下的这种血栓 它其实是可以给付到 最高到新台币300万的 所以大概在什么代位求助 我不知道他代什么位 你知道今天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 本来我们国家这种制度 就为什么要叫政府 对不对 我们说疫苗为什么政府要去接洽 因为政府你就有这个制度 那你就要去 那民众自己在冒险泛滥 然后还讲那种风凉话 今天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就不痛不痒的就说 我们接下来会协助 我们会有这个代位求偿 他讲了我就自己跑去拖打疫苗的事了 他这四个代想不起来 还问人家说那个叫什么 跟他讲说代位求偿 但是拜托 如果说有这个机制的话 其实因为这是全台湾首例 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只有AZ疫苗 所以这名男子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救回来 他花这个钱你会不知道吗 人家请家荡产你不知道吗 家里面PS4都卖掉你不知道 然后今天才想 我们会代位求 那你早些在干嘛 如果你早些政府就动起来的话 你早些政府就动起来的话 如果你真的关心他的话 人家也不需要去把家当卖掉 去凑这70万 另外一样的 我也想问我们的政府在干嘛 金元店移工爆发群聚感染 已经几天了 今天晚上爆发的吗 不是吧 已经好几天了 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不能够强制他停工 到现在为止77人确诊 四个厂总共7300人快筛 今天才开始 指挥中心副组长王碧胜 进驻成立前进指挥所 好像很厉害 已经要过去持下指导期了 但是今天已经第几天了 之前都没有在看新闻吗 我也在想说这名30岁男子打AZ血刷 已经第几天了 人家自费去打你不知道吗 很奇怪 所以员工急得不得了怎么办 只能够等重奖 这位金元店的董事长李金工 当然老板当然可能不愿意停 他还给大家打气 疫情终会过晴天必将至 但很抱歉疫情没有过 晴天没有到 他写了一封内部的信给员工 喊话等等 接受频密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又呼应陈时中的口径 在可控制感染风险之下 不会停工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可控 所以最后最新消息 各界批评声望非常大 他的急改口停工48小时 我真的不太懂 我想问一下署长 我们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我们台湾现在到109年底 产业移工总共有44.8万人 大家要注意 请问他们在台湾有买房子吗 没有 他们都是住在一些工厂的宿舍里面 工厂宿舍会给你一人一间吗 不会嘛 大部分都是大通铺 8个人一间 10个人一间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群聚感染的高风险群 社福的移工也25万人 所以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们前两天特别讲长照机构 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讲这个移工群 它也是一个这个群聚的高风险群 因为长照的老人家也不可能动 所以它没办法 它就是得这个群聚 在同样一个房间里面 那么接下来这个危险性也很高 你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去年移工的宿舍 就爆发大规模的群聚 全国30万移工 大概我们看到有15万人确诊 占了新加坡确诊数的9成 大家懂了吧 什么概念 我要再次跟我们的指挥中心讲 人家新加坡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你没有看到吗 全世界都演给你看了 人家都是老人中心安养中心开始 然后这个这个有没有 移工的这个开始都告诉你了 所以优先顺序在哪里 包括现在为止 刚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指挥中心 你是不是可以下令 你就得停工了 你就要做一些事情 快筛 隔离等等 但是没有 到现在为止才要派人前进 去设一个指挥所到今天为止才这样 署长这是怎样 这个是很难想象 事实上新加坡去年的 这个移工的事件 不但是全世界非常有名 它的这个感染率 等于是达到将近一半 而且我们台湾去年 也发生过移工感染 那时候国内的媒体 还有各界也就已经 一直在提醒新加坡的这一种悲惨的 这种惨痛的这个经验 到底那个时候开始 政府有没有对移工 尤其是这些住在宿舍的 这些移工的生活环境 卫生条件加强一个管理 现在更夸张了 他已经发生群聚感染了 请教一下 如果能匡列隔离的话 恐怕也都几乎要匡列光了吧 还有什么要不要停工的问题 你就看到说问题是 我们指挥官就一直用这种态度 我们指挥中心不能够 强制他们停工吗 所以这叫血劳工 对 因为说实在 他作为一个电子业的老板 他可能没有工位方面的知识 对不对 他讲 这个数字大概只有 只有这几十个人确诊 应该还可以 我怎样 他不懂 但指挥中心不懂吗 不是 那我们法令 有话外之地吗 对不对 我们传染病房治法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来帮我们台湾 拼经济 还有拼照顾我们长辈的人 有没有好好的 真的也把他们当作 就是一群非常珍贵的劳动力 他们也是人 到底有没有去尊重他们 所以整个这样的处理 是莫名其妙 事实上当然这个全面的普筛 这是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本来这个阻断跟裁剪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的 拉网报的观众朋友 你都已经会背了 你当然是阻断跟裁剪 你都要做 对不对 哪有只有裁剪 然后没有去阻断 这些人他也继续住在一起的话 这个又继续扩大 这个是对我们 我们内心要有这样的人道 我们在国际上 也要让人家看到 我们有一点点最起码的人道 你知道再搞下去 真的是太难看 而且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新加坡这个事情 被批评很大 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把这些外籍的移工 是跟他的社会是隔离的 就几乎是不能够进入他的社会 几乎就等于是一个 是一个半软件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台湾 恐怕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所以新加坡那样 他都还是产生了蛮大的 这个防疫的威胁 在我们台湾的话 其实是威胁是不是会很大 因为其实这些外籍的人士 他们有时候也会群聚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 把这种事情当一件小事来看 这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再次相调 台湾的移工人数这么多 千千万万破口不要破在这里 现在已经破了一个洞 苗栗 苗栗现在火在烧 77人确诊 接下来怎么办 这个火灭不灭的下去 还有今天我有一些长辈群组 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65岁以上答不答得到 因为之前大家不是说 60岁如果确诊的话 他转重症的几率比较高 而且60岁重症 他的死亡率也很高 所以你知道60岁以上的长辈 都很担心 我想 好想打疫苗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机关署 稍微更动了一下 打疫苗的顺序 8月底号称有1000万剂了 如果每个人打2剂的话 500万人可以施打 大概哪些人可以施打呢 好 顺序 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的顺序在哪里 你打不打得到呢 辫子妹你不要想了 你完全不会在这个表格当中 好 第一类 辫子妹刚刚进来 等一下 第一类 医事人员 然后第二类 中央跟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人数都写在后面 第三类 高接触风险 第一线工作人员 然后因特殊情形 必须要出国的人 还有社福机构 照顾者等等 第6类 75岁以上的高龄长辈 这是第6类 第7类 维持社会运作的必要人员 第8类 维持国家安全运作的必要人员等等 好 65岁以上的长辈 第9类 很多人看到 65岁以上 我只能排第9类 这个部分有348万 然后第10类 19到64岁 亦导致严重疾病的高危险族群 罕见疾病 重大伤病等等 在第10类 第11类 50岁到64岁的成人 这个部分的数字很高 530万 所以辫子妹当然都不会在里面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顺序 没有太多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族群确实是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疫苗不够 如果说假设你很早就部署 疫苗就来的话 我们不用这么纠结 不用这么痛苦 那么65岁以上的老人家怎么办 他们的风险也很高 他们什么时候打得到 请问一下是10月还是几月 所以我拜托大家 今天在网上 你们所有观看 这个烙碗报的朋友们 拜托把家里面的长辈要照顾好 一定要保护好 65岁以上的长辈 你看他非常的健康 活蹦乱跳 但是这个疾病对他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一定要照顾好家里面的长辈 要拜托大家了 好 紧接着我们来感谢一下这个网友的斗内 小宇谢谢 掌权的人在座天在看 人不可因为自己或是借助强大的工具 而对其他人陷于伤害跟死亡中 这样只能造成大家无限的憎恨 要积德戒杀这些亡魂 都是因为你们不杀伯仁 伯仁因你们而死 会有报应回头试案 超级沉重 谢谢Kentrin你在新加坡是不是 海外华人支持中天 谢谢 Kemich Lin 非常感谢在这种全民晋升的时代 民间团体组织愿意出来 争取疫苗还有公众人物发声 让各界看到台湾需要疫苗 最终愿意支援我们的疫苗 谢谢郭董 佛光山 小燕姐 善良的民间团体 不会被茶水表的危险 帮助台湾 好 感谢 好 谢谢Terry 台湾的生命自由财产正在一点一滴的被剥夺 只能做以代弊吗 当然不希望如此 方玉好久没看到你 对不起我家不该背负房贷 对不起 我家不该需要吃穿用度 对不起我不该拿钱给爸妈 对不起我不该在工厂工作 所以没办法在家上班 对不起之前 全家全联风抢的面包 是我拼命出货的 大部长你满意了吗 好 大家跟你道歉 好 少宇 对不起我要丢坏时钟 家里如果有坏时钟 谁会去每天校正呢 直接丢掉换新吧 每天开公开记者会 每天死亡人数一直破纪录 讲一大堆一般人听不懂的话 说死了几个冷冷待过 如果是你家人 你能够这么水母脑吗 这么冷处理吗 相信老天有眼 不善待大自然会反扑 不善待人民终有报应 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在讲报应 这种话都是台湾人气极乐才会讲 谢谢六 你懂得我们这么高的金额 3000块钱 谢谢 印卡进口人全没了 遥等国产人全没 全没了 我们是沦为最大的丐帮了吗 卑微的感恩别人施舍 不要的送过来 为啥要无故多欠这个人情 然后将来还要吃核食 吃萊猪偿还 你讲出很多人没讲的话 你可能会被出征 小心 为啥我们的人命要靠他国来救 一年多了我们有政府吗 不是的 现在人民是投家还是奴民呢 那些人用意识形态洗脑 用造假谎言催眠 利用百姓的善望 玩弄百姓的纯粮 爱台湾防爱的爱 满口的爱台湾那些人 贪婪的政客 真功伪过 季冷血也丑陋 希望天佑台湾人民 医护加油 锦销加油 好 太感谢了 好 我们这个念完之后 我有一个重要信使要告诉大家 最近发现 我们中天新闻的小编 竟然有山寨的 稍后来看 这是最后一章 Truth Justice 民进党政府的疫苗政策 就像太极拳的套路 推 捧 大党 推 买不到疫苗 推给大国 买太多跟中国大陆疫苗阻挠 捧 把没有做完的第二期 捧得像上天一样 打打击抹黑WTO认证的疫苗 打 阻挡热心的民间团体 捐赠疫苗 你讲得太好了 完全抓到了重点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很特别的 在网路上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中天的小编 我们的留言板上 我们的显明大家认识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 有很多假冒的中天小编留言 这是1450吗 在榆木混珠吗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假的 做得跟真的一样 说实在的猛一看 还以为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中天的都是长得像这样子 大家注意 是黄色的方块显示频道名称 而且有打勾的 那么 有没有 下一张 你要给大家看真的跟假的 导播这是真的黄色的区块 这样子有没有 有logo还有这个黄色区块 有打勾 有没有 这个才叫做真的 上面那是假的 它假的也写的跟真的 小心是诈骗还是要干嘛 这1450潜伏到这边吗 我们大家如果发现的话 跟我们讲好不好 拜托把它踢出去 我们要维持中天频道的纯净性 跟安全性 好 谢谢大家 那么现在时间是6点45分 病姊妹带来最新的疫情消息 好 最新来看到这期 又是一件比较不好的消息传出来了 又有确诊者 他们在病房里面攻打 攻击我们的医护人员了 好 这名确诊者 他是66岁在新北市 他目前之前今天下午的时候 他持拐杖 然后殴打医护人员 那消息医院是在板桥的亚东医院 那这名确诊者 他疑似是因为被关在 病房里面情绪比较激动一点点 接着他打完人之后就逃跑了 好 警方预估他应该是没有地方去 所以他应该是躲回家 警方就穿着全副武装 今天台北 双北都下着大雨 大家应该如果是台北朋友 应该都知道 下着暴雨 他警方全副武装 然后带着雨伞到他家附近去找人 确实在他家里面找到人了 这名逃跑的男子他也说 他是因为自己听到确诊之后 昨天晚间独自待在病房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情绪激动才会对医护人员来动手 不过他现在又得回到医院去 接受治疗 但是刚刚护理人员那边也透露 他们真的很害怕也很担心 一方面是要救人 但是又害怕被打 好 看到这里真的是要替医护人员 来加加油打打气 医务人员真的相当的辛苦 好 接着另外来看到这个东西 最近在网路上很夯 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了 大家现在都很心急 想知道说什么时候有疫苗可以打 这时候诈骗集团竟然出动了 好 真的是不得了 诈骗先手法告诉大家 真的不要再被骗了 刚刚网路上好多长辈都说 真的很多人的钱都被骗光光 他用什么手法 他骗你说你可以征求抢购疫苗专员 好 你只要来应征这个职位 可以月入很多钱 而且负责专门去抢购疫苗 然后你还可以优先来施打疫苗 很多人一看不得了了 真的很想来 因为他真的很想来施打疫苗 但是这都是骗人的 目前根据警方提供的消息 有十多人被骗 诈骗的金额数十万 很多人疫苗没有打到 钱全部被骗光光 现在告诉你这是诈骗新手法 不要被骗了 好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台湾疫情严峻 现在连日本疫情也持续在扩散当中 已经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 今年到底会不会举办呢 最新消息 目前倒数50天了 原本说7月23号要办开幕式 但是会不会有变数 路透社最新报道了 日本奥委会的主席今天表示 就在刚刚今天最新表示 如果各国选手没有办法去日本的话 那么奥运就没有办法举行 所以到底能不能举行 其实日本奥委会也不知道 他说现在就要看 到底有没有选手要来日本参加比赛 如果有的话那就举行 如果没有选手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来举行了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还是要看疫情的发展 好 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 日本的AZ疫苗已经到了 此刻已经在我们台湾了 今天下午1点58分抵达了淘机 在这个雨中的道 当然我们非常非常谢谢日本 雪中送炭 但是今天在这个好消息之后 引发了一连串一连串 大家这个舆论炸锅的讯息 第一个小夫领雨照 还有赖神的这个神秘热线 这干嘛 这抢妖功 我们先来看一下 日本的首相监医委 看起来很阿萨里 来的是日本现货 现货有多少就给多少 根据了解说是这个缘和约 是不能够转让的 所以日方要求修改这个协商 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网上大家说 日本AZ疫苗来了 我们好想看这个原厂授权书 或是原厂保证书 可不可以拜托拿出来 给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是 不管是原和约修改 你修改的合约 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我真的很想看 合约怎么修改 因为你是不是有个 Demo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以后大家就去比照办理 因为我们台湾很需要疫苗 而且它那个原和约就算修改了 它也是修改成可以转让 就是说它卖给了日本 日本可以转让给别人 所以它还是一样 不是陈时中讲的那个叫做什么 原厂授权书 是由原厂授权给台湾政府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的想法是说 你这个日本疫苗来的时候 应该负有一大 它应该会负一大堆的证明什么 你全部摊开给大家看 来 热心的民间团体 你们要捐疫苗我很欢迎 要被A B C D E 就长这样 长这样 对不对 现在因为你都讲了什么授权书 什么保证书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是现货 现货一定有付而且是日本给的 日本好朋友给的 一定会帮你做到很完整 你拿出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一起来帮忙 你看到我们台湾 现在已经有87.6万剂了 加上这次日本来的124万剂 总共我们台湾是211万剂 也就大概100万人打得到 虽然是杯水车薪 还是非常的感谢日本 但是有网友是这样讲 看好了 干脆以后找日本代购好了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就直接解散 还有人讲说 日本模式畅通无阻 很棒 大陆这边BNT为什么不可以 你想想看 这批疫苗还是日本代工的 它还不是所谓的原厂 它是日本代工 BNT这批是德国原厂 这批可不是中国大陆代工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原厂的话 好像这一批好像更好 而且别忘了 这个A Z当然我必须讲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日本 但是A Z确实是日本人 不想打的那批 因为它有血伤的问题 保护力比较低 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不想打 他们有底气 因为它已经够了 够了之后我就可以挑三减四 我挑好的留给我的国民 这个我们不要不想打 我也不想浪费 把它送出去好了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日本 所以BNT疫苗既然是德国原厂 它的评价又比A Z好 保护力比A Z好 美国总统人家打这个 所以日本模式已经建立了 日本模式 其实我觉得日本模式建立是好事 日本怎么来的 此门一开同样的管道 是不是我们看到郭董的 佛光山的 各个有心的民间团体都进来 如果你真的不要大陆国产疫苗 大陆的国药科兴 虽然已经通过了国际间的认证 你不要也OK 但BNT疫苗是不是可以来一些 我们台湾此刻能够打到疫苗是好事 所以大陆但是我比较想问你的是这个 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两张照片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看这两张照片 我今天很仔细看 第一个灰蒙蒙的天空 地上也是湿的下雨 你看到这张照片角度抓得很好 摄影师这个抓得不错吧 很有feel 然后你看到飞机很清楚 旁边工作人员员很清楚 谢长廷各式各样的姿势 有挥手的 有鞠躬的 啪啪啪啪 应该是一个这个连拍的概念 这个场合一定要拍得很清楚 告诉大家 脸书上说台湾处境特殊 疫苗上京都可能变卦 长廷在第一线心急如焚 守护这批疫苗安抵家乡 是最优先的使命 不得不保密到底在此致歉 他这个致歉跟我们一开始 跟陈时中致歉一样 我们都不太安好心 你不觉得 大家这个致歉 大家看懂没有 其实有一种 邀功 就是美光灯照过来 照过来的那种感觉 另一头大家也看到了 有人放消息 说疫苗为什么一下就来 现在日本官员说 分批疫苗给台湾 不止124万剂 可能会有1000万剂 我想问 When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来 可不可以快一点 然后赖清德人士说 去年4月台湾送给日本 200万片的MIT口罩 他跟安倍据说关系很好 一通电话牵线就搞定了 所以这两个人 谢长廷感觉上他很努力 我们也谢谢谢大使 我们的赖副总统 好像也很够力 一通电话就搞定了 但很奇怪 叩叩姐这是党内互打吗 叩叩姐说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这样揽工 他建议赖副旁边的亲近人士 最好的做法就是闭嘴 你怎么看 当然就是说如果叩叩姐 参货进来的话 外界就会认为说 这是民进党内部的一些问题了 派系之争或者是卡位战 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谢长廷的 po文 po照片 或者是今天在媒体上看到的 赖清德周边人士的放话 我想赖清德自己 大概不会放话 这个讯息是周边放出来的 这些动作其实都是为了 希望能够在这124万剂的疫苗上 得到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 坦白讲我觉得这样的想法 在此时此刻是很没有必要的 而且是有一点龌龊的 就是在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你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先盘算 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任何的政治利益 当然我想今天台湾人民很感动 那也很感谢日本政府 能够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 给了我们这个必要的帮助 等于是一个及时雨 但是台湾人民在感谢的同时 其实我相信台湾人民 同时对我们自己指挥中心的无能 也会感到愤怒 就是当你看到那124万剂疫苗来的时候 有几个问题就从我们心头浮起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从去年就开始在讲超前部署了 到现在我们拿到的疫苗 还比不上日本今天送来给我们的多 我们现在手上握的疫苗 都还没有124万剂 过了多久了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我们之前努力了半天 好不容易夯不当当 也不过87.6万剂 人家一辆飞机来了这124万剂 而且我们先前都在干什么 人家这124万剂是多的 多很多 他不只送台湾 他也送了别的国家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心里会涌起来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 要去接收别人的援助 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援助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希望是做援助别人的人 而不是被援助的人 我们既然是防疫的模范生 我们有什么傲视全球的经济成果 我们经济是现在20年来最好的时刻 这些都是民进党过去这几年 大内宣的内容 为什么台湾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跟印尼 跟印度 跟越南这些国家一样 甚至更糟的 更辛苦的国家去接受大家的援助 我觉得大家的心里头 会有这样的感触 政府解散好了 对 然后再来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刚才秀芳讲的 有没有原厂授权书 如果今天AZ送过来 没有原厂授权书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郭董下次买AZ好了 郭董如果不买BNT他买AZ 是不是也一样可以 所以不要原厂授权书就可以搬过来了 所以指挥中心在这个问题上的标准 显然是不一样的 而且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这个捐赠模式是可行的 日本模式可行 中国大陆模式也可行 就是全世界各国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接受 大家的援助 我们已经到生死关头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疫苗 给我疫苗 情予免谈了 那么在这个关键情况下 其实台湾应该要跟全世界 都来接受大家的捐助 不管你是COVAX 不管你是日本或者是美国 哪怕是中国大陆 只要是我们台湾承认的疫苗 你愿意捐给我们 我们都很感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心里头涌现 就是刚才我们那位网友的留言 我们今天接受了美国跟日本的援助 我们将来要拿什么回报 三四个月之后 当民进党政府推出来说 要通过核实进口台湾的时候 我们是要接受还是反对 我们挡得下来吗 如果今天我们政府能够多做一点事 把本分做好 我们何需要去欠美国跟日本的人情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过去这些年来 对美国几乎是言听计从了 美国对我们是予取予求了 叫我们吃莱猪 我们吃莱猪 叫我们买军购 我们也买军购 就搞了个半天 在台湾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美国能够分给我们多少 哪怕他今天讲 说他要分六七百万机在亚洲 台湾这样分一分七折八扣之后 我们能够拿到50万机就已经不错了 没有错 我们稍后讲美国 但是我觉得光是日本这个 因为今天这个新闻 大家都做得很大了 我们再次强调 我们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日本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我看到很多媒体的评论 有些还说 从此台日两国关系 从友好走向同盟 会不会走向同盟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打个疑问 另外我们看看 当然这个对绿营来讲 对于民进党执政来讲 应该算是一大振奋 一大利多 努力了这么久 一下子来124万剂 比你之前努力了很久 才弄到827万剂 看起来谢航廷这次功劳不小 当然赖清德应该认为自己也有功劳 但是我们看看民进党大佬 林卓水的脸书 他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绿营内部对于日本送疫苗来 事实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来 导播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林卓水的脸书是怎么写的 很特别 林卓水 绿营大佬他说什么 你看他说这个事情很奇怪 讯息十分神秘 但是据悉除了台湾 日本还透过WHO的平台 也捐给了另外一堆国家 不只捐我们台湾 而那些国家对日本的重要性 远远不如台湾 另外更重要的是 日本强调的只有一件 报311的恩 那么他们花了什么 比台湾政府更艰困更神秘的努力 才获得捐赠呢 311我们对日本很好 所以日本说要报恩 那他捐其他的国家 那其他国家对他有什么恩惠 林卓水觉得很好奇 第二点林卓水提出的疑问 日本自己都不打AZ了 为什么还要大家艰苦争取 日本人很小气吗 就像这个大倩 你如果有五件 有八件背心 对不对 你一个礼拜只有七天 你多一件你不要 你不要你拿去好了 但是还好为了内心 欠你一大堆人情 这么这么辛苦 你知道劳势动众 今天听说飞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讯息 说华航还在一路半飞 有没有 然后我还看到说什么 有军事迷说 在日航飞到东海的时候 还有美军的运输机也在护送 疫苗 送的是疫苗不是飞弹 而且我们从美国买的军事 采购的东西回来的话 我相信都没有这么大的阵仗 就是民进党政府 在这124万剂的疫苗上 简直是下足了功夫在做大内宣 所以你看到今天下午 蔡英文就对外宣布说 美日疫苗即将到位 我们现在要展开大规模的施打疫苗 我看了都快要笑出来了 我们到底有多少剂 能够大规模的施打疫苗 美国的就算50万剂 日本的124 加起来都还不到200万剂 200万剂以我们过去打流感疫苗的量 可能5天就打完了 我们还需要怎么样的 大规模施打疫苗 这就是一个大内宣 好 导播换回去 日本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 美国也是一样要送我们 美国我们看到700万剂 要经由COVAX的平台送给亚洲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在美国捐助的名单当中 跟哪些国家并列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阿富汗 斯里兰卡 等等16国 辉瑞莫德纳交生本月出货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平台 是美国 美国另外一个平台它是叫做 我们看到紧急需求 紧急需求的话就包括加拿大 南韩 墨西哥等等 这个我不太懂 南韩疫苗已经买很多 已经买够了 加拿大不是也是囤积大国吗 都买很多 当然对它来讲 因为美国在韩国是有基地的 要保护驻韩的一些美军 所以署长你会不会跟我一样 非常的感慨 我们台湾不是模范生吗 像我们台湾成为全世界 要救济的对象 真的是台湾 needs help 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部分 我一直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明明我们长期以来 国光生计在疫苗的研发上面 是我们台湾的一个中流砥柱 这一次感觉上 他似乎没有得到执政者关爱的延伸 我是不折不 这个有点担心 有点怀疑说 政府在整个疫苗的研发上面 是不是都有给予同样的关爱 第二个事实上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全球卫生 Global Health 它一直是这些大国 它在外交角力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失利点 所以过去比如说美国 英国 日本 乃至于德国 他们其实都是利用全球卫生 在医药方面的援助 作为他外交的一个载具 所以包括谭德塞 他自己以前是做过卫生部长 跟外交部长的 日本这一次 还有美国的这个行动 他其实都在做一个疫苗外交 这个跟我们对岸也是一样 就是全球在瘟疫之下 他们就运用他们手上 掌握的这个疫苗 来援助其他的国家 也借着来增进这个邦誼 我们台湾就是自己的研发是慢了 然后当我们在获得援助上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当然是很感谢 谢谢过去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国人的爱心捐输 使得日本人在这一次 他在做外交的过程 最起码他也没有忘记台湾曾经 台湾人民给过的这个温暖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过去我们人民 就像今天早一点大家在讲的 其实我们华人是很谈 这个所谓的因果的巡回 所以这个因果的巡回 不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人民过去做了好事 我们今天有一些的好报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觉得说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美国的疫苗分配上面 他显然是把我们跟其他的 这些区域都放在类似的 公平的位置 而且不要忘记 前一任的卫生部长 这一任的卫生部长 还有刚刚离台的 我们的这个驻台的代表 通通都是这样讲 他们都要从疫情 还看公平的分配 所以他们其实就没有把我们 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 另外我也顺便一提 其实日本人是一个 日本是在疫苗接种上面 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 可能很多网友你也知道 日本人对于疫苗是采取 日本人对疫苗有很强烈的 抗拒跟恐惧 所以包括这个子宫颈癌 疫苗的施打 他们也有很强烈的 只要有一点点副作用 他们就有很强的这个 民情的这个抗拒跟反弹 所以AZ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 他们自己判断说这个AZ在日本 要去打的话 只会对总体的疫苗接种率 会有更负面的影响 所以他们其实就会把AZ 优先来送给其他的国家 所以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 很心酸 真的是很心酸 日本人不敢打的疫苗 送给我们台湾 我们还是非常的感谢 但大家都觉得我们模范生 怎么会沦络到这种境界 需要日本救济 日本人不要送我们好大感谢 我们还是感谢 美国也是 我们现在美国在名单里面 跟这些国家放在一起 不是歧视这些国家 但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亚洲四小龙 放在一起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告诉大家 说COVAX在此刻 不会给台湾更多疫苗 想用晶片换疫苗 谈判也不是这么容易 但是看看南韩 感觉上文在寅很容易 对不对 而且文在寅有这个底气 之前大丘去弄疫苗 文在寅不准大丘打 为什么 因为韩国已经够了 韩国疫苗已经够了 跟日本一样 他们疫苗都够了 所以这个国家感觉上 才叫做超前部署 陈时中改口了 本来一定要授权书 现在保证书也可以 重要的是要有原厂证明 今天再次呼吁陈时中 我们的网上都炸翻了 拜托你把原厂证明拿出来 给大家看 不管授权书 不管保证书 给大家一个demo 我们以后热心的人士都来帮你 这才叫做同岛团结在一起 不是吗 不要只靠你政府很辛苦的在做 大家都来帮忙 不要分蓝绿 不是 他现在做好人的时候 是分蓝绿分很清楚的 你如果被他贴个栏标签 你明明就找到疫苗 他不给你进 是啊 所以 这是很奇怪 分裂我们人民的感情 最不能够忍受的 你平常要弄选票 你各式各样奇奇怪怪手段 也就罢了 但这个是人民官庭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篇评论说 难道现在人民不关天了吗 看来让大家很心酸 所以日本疫苗来了日本模式 郭董是不是能够解套 我觉得此刻还有在观察很难说 另外郑立文的讲法 让大道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误会陈时中了 因为陈时中说法不是反反复复吗 很奇怪 今天去打脸昨天的自己 一天到晚讲来讲去 原来郑立文说 根据内幕消息 蔡政府对于民间买疫苗的态度 非常分歧 分成两派在角力 赞成跟不赞成的 所以陈时中可能就很分裂 一下被拉过去 一下被拉过来 一下说好 一下说不好 一下又感谢 然后一下子又在闲东闲西 还讲说人家的疫苗会过期 这个又就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好我们来感谢一下网友的斗内 来导播 好 Neil You are the best 秀芳 谢谢 谢谢帮我加油打气 感谢 还有谷天乐 各位来宾好 对不起小英总统领导的骗子政府 我就是要跟你们作对了 支持帮人民发声的中天新闻 晚报小编骗子妹 我最爱的小同乡 我在阿里山 你今天在阿里山 特付爷烤肉喝酒听中天 一样五个字下架民进党 我会让阿里山的亲友都支持中天 打电话就好 不能群聚 感谢 达思伟达 对不起 你民进党跟陈时中 他叉叉的什么东西 要我们跟你对不起 对不起陈时中 我挖皮口都会挡住我自己的脸 谢谢 邵宇 对不起我只采买 只放购物车没有结账 之前说的那些疫苗呢 放购物车就说你买回家 怎么不说你结账了 刷卡刷不过 笑死人了 谢谢邵宇 天平座 为什么人家的总统 展现的是Leadership 我们的这支表现的是Leadership 这个讲得好有才 好好笑 蔡英文 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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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完美的诠释 什么叫做下民意虐 身为下民的我 只能无奈的祝福你们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谢谢 还有谢同学又来了 为署长抖内 署长加油 快封城或者给我疫苗 无能的烂时钟 大家记得继续造句 继续向我们的时钟来忏悔 王世雄 对不起不成时钟 我不该被你的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骗了 谢谢 最后一张 校正回归新加坡到今天的确诊是 62148 我们台湾也已经破万了 我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现在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越新加坡了 我们台湾到此刻 死亡人数187人 这个数字已经超越新加坡 现在要急追香港 我们希望不要再有这些悲剧发生 好 导播下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我们要讨论一个最新的民调 大家都很气对不对 所以民调呢 民调是不是有动一下呢 这个是谁呢 台湾基金会 美丽岛电子报 美丽岛电子报做的这个民调 先来看大家关注的疫苗 第一题 政府采购了3000万剂的新冠疫苗 号称3000万剂 据说来自国外是2000万剂 那么国产的1000万剂 这个应该是没有包括日本捐赠的 那1000万剂 如果叫他就4000万剂 是吗 我不知道 有没有更新数字 对于我们的政府采购国产疫苗 看到没有 6成5的民众都认为决策太慢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应该再更高一点 决策太慢 好 第二题 认为这次爆发新冠疫苗 疫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看大家都有看新闻 华航基市的群聚感染 认为是8成3 3加11高达8成 特种行业扩大传播7成9 打疫苗的比例太低7成1 民众防疫态度松散 台湾民众超有反省精神 6成8 政府太自满或是决策错误 6成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两个 也跟这个是有关的 对不对 要不是我们的政府太自满 或是决策错误 怎么会有3加11呢 怎么会有华航基市的群聚感染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放到 这个里面来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众的脑袋非常非常的清楚 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我们的政府不知道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 难怪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死亡交叉 我们看到这个红线的是不信任蔡英文总统的曲线 绿线的就是表示信任 蔡英文总统的信任度 大家看到没有不信任的一路攀高 一路攀高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4成6 那么信任的还有4成8 高一点点 这个也很特别 高一点点 之前这个是来源 梅丽岛电子报 之前台湾民营基金会做的呢 也差不多是这样 但大家想说 信任的还有4成8 为什么会比较高 那么之前的那份民调说 这可能是网民 绿营你知道网军很厉害了 网军的一些垫上去的一些数字 蔡总统施政满意度也一样 不满意的 我们看到是红色的一个曲线 现在不满意跟满意的 已经是死亡交叉了 不满意的4成7 满意的4成8 只差1% 苏贞昌的施政满意度 这个就没有悬念了 红色不满意有没有 现在一下子飙掉了4成8 它已经超过了满意度 这个绿色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台湾的政治十大领袖 我们看到排名第一 就是侯友宜 我现在开始有点为侯友宜担心 果然罗志强说 在防疫时刻 DPP脸红 侯友宜是全台湾民调 第一的政治人物 目前有个诸侯计划正要启动 真的 大前 对民进党来说 他们很会选举 他们在选举永远都是超前部署的 所以哪些人可能是 他们未来选举的重要的对手 或者是这个具有实力的候选人 我相信民进党疫苗不会超前部署 但是打击对手一定会做超前部署的 所以这个叫做同岛一命吗 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就想要对付谁 三加十一事件没有会议记录 这件事情让台湾民众 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我们看到陈时中 他的负面声量已经高达29.3% 是正声量的6.81倍 大家看到了 还有一个部分我想特别来谈一下 这个就是蔡丁桂 这两天她真的是惹火了 全台湾所有的民众 她叫大家挺国产疫苗 唯在强调 我们当然挺国产疫苗 我们为什么不挺呢 如果现在出来的话 大家就来打 问题是你要够安全 但是国产疫苗还没有三期 她希望大家共同来施打国产疫苗 一起来做实验 但她告诉大家她也够诚实 自己已经飞到了美国 打了BNT疫苗 结果网上炸锅 然后她在这个脸书上 发签字文来回击 她说我已经连数愿意接受 台产的疫苗的这个临床试验 我愿意宁愿死在战场 不愿意死在病床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台湾人 还讲治台的大陆难民们嫉妒他 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这样拉仇恨 为什么要这样分 你到底心中的恨意到底有多少 你是恨台湾吧 我不太懂 你这是爱台湾还是恨台湾 署长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 他既然已经打完了 两剂的BNT疫苗 他在在台湾接受台产疫苗的 临床试验 这可能吗 这有意义吗 这应该 如果要做临床试验 是不会把这种人纳进来的 他会被放在排除的条件里面 所以他就是有勇无谋的概念 来乱的啦 来乱的 完全是来乱的 也不知道去上网做一下功课 反正就随便讲 他故意的 之前他还去出征张小燕 张小燕的脸书 现在被翻出来 老小燕子 回去中国打免费的中国疫苗吧 你带队要去的都算你的功德等等 被翻出来 然后你看到陈时中 他两年前他就神预言 他告诉大家怎样 他告诉大家 这个神预言没有想 搞台独的都是一群骗子 儿孙都躲到美国跟纽西兰 他自己躲到美国去 大千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看待 他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民进党来讲 此刻我觉得他也是 应该归类在猪队友吧 当然 我正要讲 这就是民进党的猪队友 我想不管是蔡丁贵或者是 前两天我们看到的谢志伟 其实他们的发言 才是真正撕裂台湾 制造仇恨的人 就是这两个人还是活在 过去的历史的那种仇恨当中 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 那样的情节 所以你看他的开口闭口 什么叫做制台大陆难民们 然后你看到谢志伟所讲的那些话 完全是这两个人 就是上个时代的人 就是其实就留在这里 相当的碍眼 你知道他希望大家很勇敢的 去当这个国产疫苗的白老鼠 主要勇敢的台湾人 我们是勇敢的台湾人 他是高贵的台湾人是这样子吗 他是高贵的美国人 他是到美国去打的 他怎么算是台湾人 他哪有跟台湾同岛一命 他是已经跑到美国去 打完了两剂辉瑞才回来的 所以他已经去有保护力了 刚才署長讲的问题 就是我正准备要问的 我说如果你打了两剂辉瑞 你已经有保护力了 你去参加什么疫苗的临床测试 有个什么用呢 就真的打下去了 所谓的三期临床测试 这就是测安全性跟保护性 有效性 就你已经有辉瑞了 谁知道是因为 他说什么 我宁愿死在正常 不愿意死在病床 你就是怕死在病床 所以你才去打辉瑞 你怕死在病床 就你如果真的有签这样的协议 你说你要去自愿参加临床试验 你带肿就不要去打辉瑞 你去打那两剂干什么 你就留下你的手臂 就好像蔡英文说的 就留给国产疫苗打三期 否则的话 他的三期试验是没有意义的 他打在你身上 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 这个有效是因为高端有效 还是因为辉瑞有效 所以蔡英文讲的这一堆是废话 就是说他自己 不敢去干了这件事情 却要把其他的台湾人民 用那种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的 那种情节来吹动 让这些人去送死 我觉得这些这样的讲话 才是真正不道德的 对 所以这个讯息让大家看到 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难怪大家想到 柯文哲两年前讲的 搞台独的就是一群骗子 有没有 国难当头 他这个态度 要死死别人 对不对 他自己安安全就好 还说什么自己不愿意死在病床 你就是多怕死 才会跑去先把这个BNT都打完 而且打的还是BNT 你还不敢打AZ 是不是这样子 另外我想请署长特别谈一下 这个部分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议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增加 我们的死亡人数已经累计187人 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新加坡 大家想想看 就是187个破碎的家庭 有多少几百个伤心的家属 我觉得最痛苦最伤心的可能就是 你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看不到 因为他必须要隔离 医院也进不去 所以后事也没办法处理 所以我看到台中宣传吴秀燕 他就特别讲 台中有首起过世的病例 那么他就特别请他们的民政局 去协助帮忙办后事 为什么 因为家属没办法处理 全家都确诊 你知道他怎么处理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当家属六神无主 手足无措 全家确诊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现在到底这个遗体该怎么办 请问一下我们的中央 要不要稍微讲清楚一点 家属很遗憾 没有办法见到确诊的死亡者 最后一面 就是看到就拿骨灰台 都已经被火化了 然后台中第一例确诊死亡者 也是没有人可以送最后一程 所以只能够透过视讯 来见最后一面 当然台中市府已经责成民政局去帮忙 所以现在很特别 到底确诊死亡者不是说24小时应该要火化吗 我们看到很多全世界国家都是这样规定 但是后来指挥中心告诉大家 第五类新冠肺炎没有规定火化时间 但有规定可以火化或者深埋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庄人想怎么说 所谓24小时内需要火化是像什么黄热病 伊波拉病毒 裂骨热等等 像是新型流感新冠肺炎是火化 或者报请地方主管机关核准深埋 没有时间限制 我们有补充为公共安全问题 需要尽速火化或者深埋 这个消息好像跟大家之前所认知的不一样 就一讲完之后 第一个炸锅 殡葬业者 殡葬业者说 其实很奇怪 根据各家的殡葬业者都讲 疫情一爆发之后 收到所有县市政府的殡葬处的 所有的公文指引都是说 24小时之内必须要火化 接到消息都是这样 所以指挥中心现在说可以选择深埋 你想想看那些之前 已经被火化的一些家属对不对 可以深埋 当然很多台湾的传统还是认为入土为安 但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这是新冠肺炎 它的传染力也很高 已经火化的遗体的家属听到有多难过 有些业者扬言 如果遇到家属有意见 是不是把遗体运到指挥中心 问你到底要火化还是要深埋呢 这个不能够给一个标准答案有这么困难吗 还有这个业者讲 他说事实上这个遗体如果要火化的话 它冰存在冰存的冰冻库里面 它事实上里面是通的 你想想人员是不是要运送 你是要把它放进去那个过程 有的时候家属还要稍微来看一下 遗容 这个过程会不会也增加了一些 感染的风险 对 所以像我们就会看到说整个指挥中心 它在这些横向的联系 光刚刚讲到说疫苗的这个要害救济 他自己卫福部里面都没有横向联系 更不要说他跨部门 比如说卫福部跟内政部之间 内政部一定需要知道 你卫福部你在感染的防治上面的 需要是什么 然后大家来配合 然后就要给地方政府一个一致的做法 这个不是早上都有陈宗燕主持的 什么各县市的联合的会议吗 你们那个会在开什么的 我告诉各位 以前SARS的时候就这样很痛苦 他表面上说开会 他谈的都不是地方最在意的事情 所以变成浪费时间 现在就可以看出来 那个会议没有功能 生死大事 各位可以看到包括这一件 如果你第一个死亡的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也就算了 第二个第三个 到现在一百多个了 对一个人的生命 最后这个阶段 怎么样有尊严的处理 然后家属的那个感受 就没有人在管 更不要说前面还讲到病人 的这些暴力失控的行为 我日前也谈到了 一个人你莫名其妙突然就说 你得到一个传染病要隔离 然后就送进了一个地方 有时候病人你要送去哪里 送出了台北市都不知道 然后就进去了 大家都不能够跟你 跟你这个 你不能出来等等 对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 有几个人得到这个病之前 对这个病生了以后 会怎样等等都知道 没有 所以我其实我讲的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民众会染病 你有没有一套标准的 这个沟通教育的内容 让一个生病的人知道 我得这个病是怎么样 我会面对什么 为什么政府会这样处理 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来配合 你有没有这个安心的 给民众教育的一个 基本的东西 没有 所以你看病人每个 很多就会这样子 就躁动不服 今天又有 然后还有这个ICU症候群 他一个人被隔离在里面 他看不见太阳 看不到月亮 他不知道今天几点 所以这些一个生病的 受苦的是人 人是有灵魂的 那个确诊的当下 那个治疗 乃至于最后的这个人中 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人在关心 没有一个全人的 这样的因应一个瘟疫的时候 的一个处理 这个不是突如其来 这个已经一年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 我们光是谈一个防疫 就是快要谈到就是快昏倒了 但是更不要说这些很细腻的 人的尊严 包括前面讲到外劳的尊严 包括我们年轻朋友 他拼着 我们不是一直在节目讲 他冒着生命危险 要去上班 又被怪了 这莫名其妙 我觉得政府真的是 没有痛绝 不使人间烟火 不知道人民在苦什么 好 这个韦翰赶到了现场 欢迎韦翰 韦翰你怎么看一下 这个梅丽岛电子报 公布的这个最新民调 看起来我们这个死亡交叉 已经这个发生了 苏仁昌现在这个不满意度 也已经超过满意度 你觉得这份民调 在民进党内会掀起波澜吗 他们怎么看 他们会在乎吗 还是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民众惊云 到了8月28号 这个四项公投 这个要开始之前 再冲一波就好了 第一个 8月28号的公投 我觉得有变数 以现在目前的疫情状况来讲的话 828 我不是跟大家讲614 我小小内心小剧场 614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不觉得614 我不知道署長的看法是什么 以现在目前的状况 今天描例又这么多 早就已经 署长两个月之前就在讲了 你这种状况 大家现在一日生活圈搭高铁 一个半小时到高雄 只是没有塞 你怎么知道现在中央部状况 所以第一个614我都有怀疑 828那么远 你有怀疑 我也怀疑 你有怀疑 828 现在中选会是跟大家讲 因为上礼拜公告就是要办 可是他越是办 办下去以后大家都不敢出门 那怎么会有人去投 所以这会有一些问题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 我想先补充刚刚讲那个 这段期间很多的生离死别 隔着两层湿袋 然后母亲在长照 三天 说好像不太舒服 在咳嗽什么 三天后好像已经走了 赶到现场以后 对不起 先生你不能靠近 因为他 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 这一串病房制法 你不能跟他碰触 两层湿袋 你能拉开看一下 妈妈最后眼都不行 怎么办 不行 你连磨都不行 你退后一点 隔着两公尺 在那边磕三个头 然后你也不用看日子了 也不用做什么头期 三期 满期 直接当场 就安排一下 两个小时后就火化了 然后你今天突然跟我讲说 我们没有这样规定 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很愤怒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 今天庄长翔讲的 跟陈思雄讲的 你不要 这个不可能没有答案的 是 这在讲什么东西 先跟大家讲 传染病房制法第五类 他就是要求24小时之内 必须要入戀 并且火化 火化没有生埋 因为他必须把它烧掉 在这里 观众朋友看清楚了 第五类 传染病房制法 第五类 有没有看到 第五类就是要求 不够亮是不是 我把它弄亮一点 第五类就是要求要24小时之内 入戀之后 并且火化 他就讲说 没有 韋汉 你看这里没有 新冠肺炎 今年1月19号 陳时中部长押的工夫 不就告诉你 他被列为第五类吗 这两个兜起来 不就是表示说 他也是第五类 所以他也只能够24小时 这样观众朋友看得懂了吧 可是专人想说没有 没有 在哪里 你今天告诉我 来再一次 第五类是24小时之内火化 然后1月19号的时候公文 是不是1月19 来看清楚一点 还不要误会他 1月几号 1月15 1月15的时候发公文 告诉你 这个新冠疫情是 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列为第五类的传染病 那个公文是有人盖章吗 有 就陳时中 有没有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因为很简单 修芳姐 因为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非常反弹 而且死亡人数已经 已经一下子飙了100多个人 大家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让大家有反弹的时候 马上就想讲 这不是 他自己的公文 他可以这样完全否认 都是这样 你明明2013年写藻礁永存 他要把那个公文 跟3加11一样 3加11没有 3加11是一场误会 因为根本没有会议 大家只是聊一聊而已 所以那公文也是一场误会 所以每一件事情 其实在我看来都有答案 但是明月上来之后就先推 藻礁公投大千哥最清楚了 你明明藻礁永存 那请问一下 他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加个深埋选项 是他有压力吗 还是怎样 就是秀芳姐讲的 虽然我们台湾现在目前 这个土葬的选项已经变少了 可是既然有压力 而且显然给他压力的人 我不知道是谁 所以就讲 为什么我们不行 为什么我们不行 如果说我们已经看好风水 有浮地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火化 我们要深埋 什么叫深埋多深 你告诉我 而且我问你 深埋的时候 你还是要旁边人 来进行深埋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他也就是个群聚 你可能一个人帮他深埋 不可能 至少好几个人 最讨厌就是双重标准 以后来告诉你没有 因为他的一个 他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双重标准 因为从头到头这样 最讨厌就是明明有规定 但是遇到了责骂 或是有反弹的时候 就说那跟我无关 最讨厌就是明明你以前讲说什么 之后就讲说 怎么跟我知道都不同 你们是当总统当官的 这一个一个 但是讲到这里 回到秀芳姐问我的主题 So what So what 现在蔡总统还是有48%的支持度 支持度 支持度48 不支持度46 还赢2% 所谓 你觉得这个48%很实在吗 我来跟大家讲 秀芳姐 这个民调做的时候 还不是今天124万疫苗到 如果说接下来 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的话 你下次做他还是更高 这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 这是长久的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 没有大破不会大力 其实现在民众对于 大部分的民众 对于政府是有抱怨的 我现在没有办法生活了 我没有办法赚钱 我每天躲在家里 而且我担心得病 然后给我打个疫苗 没有疫苗 所以我相信 不要说是六成 七成八成的人 对政府现在应该是不满意的 可是八成的人 可能对政府不满意 但你真的要民调 或甚至说到了选举 要投票的时候 他们说回去了 他不会跟你讲说 我不要投给民进党 这就是重点 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短短的去跟他做说明 因为当个评论员 只能跟大家就事论事 把事情讲出来 这是长久以来的一种 怎么讲 认知作战 他会让台湾的部分民众觉得说 不管民进党做得好或者是不好 他终究就是爱台湾 爱台湾 对 都是爱台湾 所以像蔡丁桂这样子 也是属于爱台湾的一部分 蔡丁桂那一段 刚刚我有 因为我有在听 迟晚有在讲 他现在也是被逼了 说我愿意再打 你有什么用 你自己有两劑 你怎么做参考题 你这是已经打过疫苗的人 对不对 说实在他真的跑去打 应该也不见得会怎么样 但是 但是我要 不会怎么样 他没事 他没有意义 应该是一个无效的样子 只是加强抗力 其实我的了解 医生讲说 其实混打不见得会怎么样 但我重点来了 你已经打了疫苗了 你已经打了 你跑去骂张小燕做什么 是啊 张小燕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疫苗 哪里错了 张小燕有说 他要打哪一款疫苗 或是说他希望怎么样 你为什么把他当成叫什么 还有 蔡丁桂教授 他应该长期过去 因为他的政治其他关系 他在美国待一段时间 你很清楚在美国 讲这种话是什么 什么叫做制台的什么 难民 对不对 这种是一种歧视 这是重罪的 你怎么会这样讲 你今天被出身 而且我跟你讲 我有去看他脸书 下面很多人讲说 你在讲什么 我们才几岁 20岁我们怎么制台 我们都在台湾出身了 现在不是说要骂你 我们是在笑你 打了以后还在那边呼吁 要嘛你就没打 你就等 在美国能打不要打 以张小燕的地位跟他的财力 他如果要现在跑去到美国打疫苗 他也可以 有没有 他还是在台湾一样 乖乖的按照顺序在等 不是吗 他还是乖乖的 跟我们一样在等 所以我的意思说在呼唤 而且他还是转图 他也没有写什么仇恨的一些语言 他也没有骂蔡英文或是骂谁 他只是转发一张图而已 变这样 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肖敬腾 肖敬腾大大方方在大陆 就是打大陆的疫苗 打了以后怎样 口罩脱下来跟医护人 因为医护人员都已经打了 抗体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怎么看 什么叫做爱台湾 休旺姐 你讲肖敬腾 我补一句好不好 肖敬腾我看到这两天 好像有人企图想骂他 可是不知道怎么骂 肯思太多了 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肖敬腾他是个演艺人员 他要工作对不对 就像医护人员 是不是应该要有防护 如果你今天一个医护人员 他用的口罩或他用的防护 可能是大陆做的 然后你就认为 他不是可以尊敬的医护人员吗 他是个演艺人员 他要去大陆工作 台湾现在如果有疫苗他不打 我们再来讨论 台湾根本没有 那人家叫他打什么 所以这时候你去怪他怪什么 所以你不觉得最近都很 台语叫Tanga 很多都很脱序 你今天早就应该有疫苗 疫苗今天来了124万 这个我们要谢谢 因为毕竟有疫苗都很好 但是问题是 谢谢的同时不要忘记 而不是就当做没事了 就像15万的莫多来以后 讲到好高兴一样 是高兴 但没那么高兴 因为加上今天124万 观众朋友 我们台湾总数 偷偷才210万 也就是如果照来一讲的话 才105万人能打而已 对不对 一个人打2剂 我们2350万人 给我们都没搞 是 有的 做的对的 我们都谢谢 可是你必须知道 不扣 还需要更多 那就赶快去抢 你也要跟他解释一下 日本的 我们接受了 张耀宗老师说要送的BNT 国药可能你就想法令上不行 好 那BNT呢 张耀宗的BNT500万 魏翰我就想问你 因为你比较晚加入我们 之前我们有讨论 日本的疫苗我们很感谢 但是这个日本的模式 未来是不是可以 适用于其他 比方说民间团企 像郭董 像佛光山等等 日本的模式 它是一条很好的一个管道 可不可以比照适用 至少我们撑过这段空窗期 孙龙姐 我觉得 今天让我自己觉得最遗憾 是因为我很注意看 可能我有看漏 如果等一下观众朋友有看 你可以留言给我 就今天并没有人 针对这个技术性问题 去请教程中部长 到底对 如果说日本这一段 因为日本这个我完全觉得 我没有要去觉得日本不好 我是刁难日本 是笑说日本怎么样 他不打什么 有AZ就好 我们也是AZ 但是日本这样子 谈一谈就来了 其他不能来的 到底是卡在哪里 你要告诉我 對不對 现在连江森 Johnson也说 佛光山讲 你一定要政府谈 那你就去谈 你不就是政府吗 谢长廷在日本当大使 那美国还有宵美琴 可能当然宵美琴 如果他能谈到 而且日本AZ还是日本代工的 但是我们看到BNT可是大陆 可是德国原厂的 但是BNT是上海复星代理的 所以只要有遇到 有遇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也是现实 大家应该了解 他都不要 就现在政府就是说 他考虑的是政治在前面 有疫苗都好 可是但是就是不要 跟大陆有关的 大陆做的不要 绝对不要 大陆代理的也不行 所以就会卡住了 BNT从后到后都卡住 觀眾朋友 BNT是美国总统拜登打的疫苗 他是现在全世界平价 防护力94.6最好 我还让我好奇 我们拜托我们日本哥哥 去跟上海复星医药买了BNT 然后我们再去跟日本买 这样可以吗 不行 这样也不行 其实日本再购 没有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疫苗 在全世界都是 形同是战略物资了 如果今天日本跟他买的BNT 跟上海复星买 他其实不是 因为日本的BNT 应该是跟辉瑞买的 他不是跟上海 因为他的代理权不同 辉瑞代理美国跟韩国 还有日本的这个疫苗 就像韩国的BNT是跟辉瑞藥厂买 但我们台湾也有辉瑞藥厂 可是没有代理 因为代理权被买掉了 这种时候 他就会有代理权的问题 他不行 第二个 如果他真的跟上海复星买了 也卖给他了以后 他一定会有个条款 就是他只能在日本国际内用 现在可以换约不是吗 换约是因为AZ同意 现在如果上海复星 他也有他的商业权 他签的契约 他是有付钱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商业行为 德国的駐台的处长 不是讲得很明白了吗 我们没有不要卖给台湾 请你按照契约走 可是你就不愿意 不愿意就没办法 你一直要去想说 我不肯跟代理商卖 所以你们看今天网友炸锅 网友说这样子 拜托请日本帮我们代购 对不对 日本全世界代购 然后日本再送过来 大家欢天喜地 让中国中心解散 没有 这样的话找美国比较快 美国这一批要送来的 美国中心很慢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其实美国可能也满快的 但是问题是看量 因为他700万要分给15个国家 700万 我不知道 而且他也没有跟我们讲是哪一款 所以再看看 说不定美国来的是BNT 我们台湾还真的是很混打 什么疫苗都有 所以也是个附带概念就是 打开了才知道 而且最妙的是如果美国来的是BNT 指挥中心要不要给紧急授权 一定要 他那个紧急授权不是本来被收回去了 他那个就像是我的电脑这样盖起来 等一下说没有 我就把它打开而已 他三月的时候就已经给BNT紧急授权 我说有就有 我说没有就没有 那个紧急授权就是要不要写上去 只日生写一个正字而已 我说连殡葬的事情都可以这样 你自己有公文你都不承认 对不对 现在自己改口 改天又说那个公文是 对 我刚给大家看了就是 对 那公文要留好一点 我等一下传给你 7点36分了 辫子没有带来今天疫情的最新消息 现在这个晶元电子确诊还扩大 对 没错 又是不好的消息 看到我知道 又来替大家带来不是很好的消息 刚刚舒芳姐提到了苗栗晶元电子 今天累积到今天为止 目前是77个人确诊 是有公布的 指挥中心公布 但是刚刚平面媒体报道了 最新最新 刚刚有33个人PCR是阳性的 好 看得出来 在晶元电子里面的群聚感染 似乎是越来越扩大了 却人数越来越多 而这33个人 是否会被列入暗号呢 最快最快 要等到明天下午 指挥中心会统一来对外公布 好 那当然除了晶元电子之外 在苗栗另外一家电子厂 也是不好的消息 又传出了一名女性员工 确诊的案例 好 那这家电子厂 会不会又沦陷了呢 目前这个电子厂 是相当的低调 那只透露说 这名员工确诊之后 她回云林的娘家 那么也把这个病 传给娘家的妈妈了 那最新是这家电子厂 明天开始他们自掏腰包 要花上千万替整个工厂里面 大约有4000多名的员工 通通要来进行快筛 那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这家工厂的外头 已经搭好快筛的棚子 确定明天整个厂区 4000多名的员工 现在都要来做快筛了 好 另外这个是好消息了 讲完两个 好 现在来看好消息了 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日本捐赠给台湾的 124万剂的AZ疫苗 目前看到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要抽样来检查了 总共要抽样600剂 那他们是希望 立拼6月11号前 可以核发封肩证明 好 开箱文热腾腾 另外准备两张照片 来给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日本捐送 捐给我们台湾的AZ疫苗 现在目前在仓库里头 保存着低温保存 这是开箱后的照片 大家看到我们刚刚也是第一次 第一手拿到之后 立刻就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好 还记得吗 刚刚我们的造句 今天大家要跟 陈时中部长来道歉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什么 记得吗 来看 有人说对不起陈时中 我领不到纾困金 这个我也很有感 因为我也领不到 他只有说 我们可以去办贷款而已 还有谁呢 他说对不起走中 我因为你们的决策 我还是要上班啦 还是要被放无薪假 紓困贷款还是要还 好 还有人说对不起 我没有革命 还有呢 对不起 好 蔡高端 311害你跌产赔了 好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 那个股民的心声 好 还有人说对不起 我想不出词跟你道歉 好 你还有想说什么 对不起呢 赶快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随手喷 简单又能真正防疫 一天能喷200次以上 都不刺激肌肤 还有你再提醒不要揉眼睛 但往往都是不小心 每次都是揉了才想到 这时候赶快拿起水神 喷一下 因为中手是防疫的 最后一道防线 水神真的很神 请记住 喷 喷 喷 防疫期间 养成习惯 把水神牢牢握在手中 好 我们的政府纾困4.0 已经上路了 我们看到在今天据说 有360万人都会收到 纾困经 那么最后总共有730万人 三次受惠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这个荷包问题好了 大家都赚不到钱 那么全世界都有些纾困 美国去年每个人发3.6 今年排富之后 每个人又发了4万 日本每个人发2万8 韩国排富之后 每一户发2万5 新加坡21岁以上 每人2.1万 香港18岁以上 每人3.9万 我们台湾去年三倍券 每人是2000块钱 那么今年这个纾困4.0 总统统计一下 全台湾还是有1600万人士 一毛钱都没有领到 就包括辫姊妹 包括我们等等 都不在这里面 当然啦 这些谁的钱 这些还是明知明高 说实在的 我们也没有说 大家一定都要领 要雨露均瞻的概念了 因为很多还是举债 还是这个债留子孙 但是我想 早是特别请韦翰谈一下 今天在傍晚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有点惊讶 主计总处预估 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 5.46% 10年来的最高 现在疫情烧成这样 你现在出去热闹繁华的台北市 跟鬼城一样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会10年最高怎么回事 我立刻点进去看 然后它有两个诞书 第一个诞书是假设 疫情第三季就有效控制 第二个诞书是假设 它不影响出口为主的 制造业的生产活动 所以得出了这个数字 10年来最高 其实有点无言 我现在有戴着口罩 不然你就看到我嘴巴 已经张开开了 所以请问一下 这是一个纯加油打气的概念 什么叫做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会是史上最高 就表示去年其实不好 对不对 去年不好 以为今年会好 你可以预估 但你要做调整 但是校长姐 我先讲结论好不好 一点都不怕 反正之后 如果不是校正回归就好了 校正回归 那当时的预测跟后来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 你今天主记 这个总处你跟大家讲 会很好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可能是被秀房姐 独具会员捞到这个 现在谁会看好未来的状况 全世界都不好 所以从你这个敏感的嗅觉 比方说我们现在到街上 你去看一看 你走一圈 你会觉得是好吗 她说只要这个不影响 出口为主的制造生产活动 就OK了 校长姐我这样跟大家讲 这个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会达到五个国家可能有 但是或许不是我们 因为有大量的施打疫苗到 已经可以摘下口罩 去看几万个人在那边 看PGA高尔夫球赛 然后大家靠近 因为去年美国非常惨 今年可能会复苏 那种国家有可能 然后可以有观光了 可以每个人开始恢复 然后可以有旅游了 美国现在很厉害 他为了光是一个打疫苗 包含了像旧金山的机场 你只要过境他就给你打 打Johnson Johnson 你去LA洛杉矶市 你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疫苗 你可以打 美国7月国庆 打到7成成年人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要 什么打一针喝一杯吗 你打一针我就送你一杯啤酒 举国欢腾 对 相反你讲这个 因为他过去这一年 而且又非常的严重疫情 现在发现说 我已经可以回复正常生活 会整个把经济带动起来 会继续消费 我们反过来 我们现在开始回家 从5月15号到现在 我们已经像小朋友 已经多久没上课了 6月14 我看这两天有人在问陈时中 在问侯友宜 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 可能是直接9月同学再见 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你告诉我说 台湾会很好 我还是那句话 我很希望台湾能很好 希望主机总数预估是神准的 突然我们就在一瞬间就没有了 今天我们已经为了那个晶元 这个电子的那个事情很担心 刚在辨子妹进来讲说 还有更多 又多了三十几个 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会好 所以台湾正在往一个 比较不好的方向去 也就是因为先前很多专家讲的 邱署长讲的 王任贤理事长讲的 指揮中心不是 他不是不听 他好像根本没听到 他就不会去理这些各界的专家 提出的意见 像我也会讲一些社会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各行各业的 可能不是医学上 而是社会制度上的 你要去看 还有很多问题还没出来 治安的问题 最近已经有很多人 都很担心就是 怎么我们家鞋櫃被打破了 才去买个东西回来 他是不是想要在我鞋櫃找钥匙 现在这样大家 可不可以开始有治安的问题 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可能社会的集体躁遇了 所以这是 好啦 还是那一句 就是小龙姐既然问我就回答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它预估得那么高 现在看起来有人会预估高 你不预估高没有人会怪你的 你达不到以后 你再去校正回归 那就再校正回归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十连制 我们今天这个新闻中跳出来十连制 大家知道 现在你进Seven 进哪里大家都要扫一下 扫一下发出去以后 万一将来跟确诊者有接触的话 就会通知你 但是这样要花8亿 大家真的惊呆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群组 很多人对这个新闻超有感 这样子就要8亿 这钱到底到哪去了 趁火打劫吗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先这个蛮好事 要检查一下家里面阿公阿嬷 你知道阿公阿嬷进Seven 都要扫一下 手机打开 结果阿公阿嬷都是把QR Code拍起来 包括阿公阿嬷 不是叫你拍起来 你拍起来之后 他不是会出现一个连结吗 你要按Send把它发出去 不是叫你把QR Code拍起来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阿伯说 有啊 有啊 我都有啊 你看一大堆的QR Code都在里面 我觉得今天另外一个很好笑的 我们最后大家轻松一下 有没有 日本的AZ疫苗来 就有一家写日本的AV疫苗来 有没有 今天很多人说AV疫苗来了 我可不可以打一下 那个小编他每次打完日本之后 接下来他习惯打的就是AV AV是吧 就直接跳出来 这个很习惯的 膝盖反应 膝盖反应 所以今天这个两个给大家笑一下 阿伯到现在才知道 不是这样 不是拍QR Code 所以我讲一件事 阿伯这个事情 虽然大家这个 等于是薄军于笑之外 这也证明什么事 证明我们其实这个简讯 它并没有落实 电源跟你检查 你有没有 确实 我们今天讨论很久 因为你那样弄了以后 是给他看我送简讯 可是阿伯只是照相 因为你要先照相没有 你到照相的页面去 扫了一下以后 上面会浮出一个连结 就我之前跟大家讲 刚刚我们转网路的时候 讲怎么样用QR Code 去转过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 阿伯有的不会的 你显然没有去 电源其实不管的 所以显然其实没有落实 电源很忙 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去有时候电源 扫了没有 扫了就好了 当然信任原则 但是这个简讯怎么样 要花到8亿 大家真的惊呆了 NCC的发言人告诉大家 我们当初估算就是8亿 是用最保守的算法 最保守 民众使用是免费的 你不用付钱 但还不是你的钱 这8亿哪来的 就是我们的钱 我们交给国家 国家拿去这样用 他说这个预算 致应业者的违运费 维护跟应允的一个费用 但不对 当初不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你记不记得唐凤当初怎么讲 他说保证不收费 不留个资 没有错 感谢五大电信商 不收取简信费用 唐凤说的 然后你看到立刻就发图 有没有 简讯完全免费 电信业者完全吸收费用 他当然不会让民众出钱 民众出钱的话 大家都不愿意扫 但问题是 唐凤讲了 梗涂也做了 都说电信业者是 完全会吸收费用 还好被赖事保发现 我觉得赖事保真的很专业 也很强 他说怎样 纸困4.0 8400亿的全数举债 全数举债 NCC还编了 石连制预算8亿 石连制你说不收费 现在你又要收费 唐凤还大啦啦啦说不收费 偷鸡摸狗趁火打劫 所以大清是怎样 这是我说还好赖事保发现 要不然大家都真的信以为真 对 因为其实在看预算书 需要一定的经验跟功力 所以赖事保委员长期以来 我过去在立法院的时候 就跟他一起在财政委员会 他们对于预算的审查 一直都很严谨 而且都非常的认真 但是就是因为赖事保委员 掀出来了这件事情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五大电信商 他不是不收费 他是不收简讯费用 可是他从政府那边拿到了 支应业者的违运费 就是用另外一个名称 政府补贴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后续要查的是说 所谓的支应业者违运费 这笔钱究竟是给了电信商 或者是民进党 把这笔钱用到了别的地方 是的 他如果给了电信商 就代表说电信商并没有不收费 他只是从我们的预算里头 把这个钱搬过来了 所以表面上讲得很好听 他们没有收钱 的确 在你使用的时候没收钱 可是他从我们的特别预算里头 把这笔钱补回来了 就朝了一个名目 对 所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把钱补给了电信商 但坦白讲 就是五大电信商 赚的已经够多了 8亿 分一分 他们一家也分不到多少钱 就是此时国难当头 有没有必要这么替这些电信商着想 拿8亿可以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 但是我最怕的是说 搞不好这8亿 还不完全给了电信商 这8亿会变成NCC或者是使用者 另外一个小金库了 因为你知道 所谓支应业者违运费 这个范围很大 你是支应什么业者 电信商算业者 其他人算不算业者 各式各样的人都算业者 你要怎么样动这笔钱 是不是就都有了吗 他不是新创造出来的或怎样 城市也不是你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一定要好好监督 就8400亿的全数举债 看看他里面怎么样巧立名目 钱到底怎么用 然后你看到柯文哲就告诉大家 他说唐凤用的是简讯 这个比较阳春也比较贵 他说台北通用的是用WiFi 会比较便宜 当然罗秉承立刻说 他说简讯十六年制 是比较方便迅速的 5秒钟就会完成等等 但不管怎样 在此刻我们台湾经不起这样乱花钱 我稍后请署长来谈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非常非常的愤怒 台湾的疫情没有现在趋缓 打脸陈时中 但陈时中说这也是年轻人的问题 所以年轻人发动 我们要向陈时中道歉 今天一开始我们不去这样造句 但是拜托大家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先把广告看完 回来我们请一起来听署长上课 中天电视提醒您身体健康才是人生原动力 以上资讯由 每天穿的裤子 运动裤 运动的时候 它能够让你很冷的时候 它能够保暖 然后热的时候 又可以很轻易的 刚说到散热 所以其实墨烯的这个应用 真的是非常的广 是05年的时候有日本科学家 他们发现了石墨烯的衍生物 它可以有机会去辨识到癌细胞 真的很厉害 包括可能乳癌 胃癌 脑癌 肺癌 卵巢癌 摄护腺癌 就是这些癌细胞癌变的细胞 它都有可能去辨识出来 石墨烯黑科技席卷全球 新材料之王 健康新概念 功能更胜远红外线 帮助代谢循环 直达深测燃烧 帮助快速代谢燃脂 防疫宅在家 轻松做运动 穿PP颇色风靡 台湾制石墨烯速崩九分裤 最高效果 运动10分钟 可顶30分钟 而且超高弹性 任何体型都能穿 详情请上快点购 轻松入手送到家 好 各位网友 你今天跟陈时中道歉了吗 你今天这个忏悔了吗 你没有忏悔就没有跟上主流 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道歉 对不起 时中部长 我不应该出门上班 我应该在家里面坐吃山空等疫苗 缴税还拿不到纾困 对不起 我错了 因为政府没有强制规定在家上班 我试着不要吃饭跟吸空气 看看会不会饱 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很饿 于是我只好出门上班 真是对不起 大家今天都在跟陈时中道歉 对不起是我防疫松懈了 第一届年轻人向陈时中道歉大赛 陈时中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觉得原意确实值得警训 这要请署长来谈谈 因为我们20到39岁的染疫 现在本来是19.9% 现在上升到25.2% 确实这个数字比较高 而且今天有两个年轻人死掉 所以这个确实让大家感到很忧心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年轻人好辛苦 因为没有停班 年轻人可能要养家活口 要养活他自己等等 还是要冒着风雨上班 请问 今天不是有个台大正妹 嗆陈时中吗 他说要不然你给我房子 要不然你给我车子 对不对 我没办法自己开车上班 我还是要做大众运输系统 对不对 我也没有房子怎么办 所以这个 你把这些全部甩锅给我 有道理吗 陈时中说 年轻人防疫有点松懈 这不是防疫有点松懈 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得已 阿芳我们是不是也在这边 讲很多次了 对不对 从这个三级假警戒 我就一直说 你做了一个假警戒 有停止上课 没有停止上班 所以我们政策上 就是逼了我们的年轻人 他要出去工作 如果我们是停止上班 也停止上课 但是容许这个企业 他来申请 他要有特殊的保护的 这些配套 而且当年轻人出去上班 万一染了疫 这个是因公的染疫 这是植栽的时候 你最起码你让年轻人 在冒这个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他业者要有安全的配套 第二个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 是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那结果都没有 所以这个比率 这是一个相对的 比如说长辈就不敢出去了 但是年轻人 他也是必须出去 所以他占的比率就会高 去世的两个 不是今天去世 是今天公布的 一个是去世7天 一个去世4天才被公布 两个住院多久 30多岁 一个住院3天 一个住院4天 怎么感染的 调查中 调查中 什么症状 一个呼吸船 一个发烧 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他怎么感染的 不是他家有人传给他 恐怕就是这个上下班的过程 或者是在上班当中受感染 所以政策 就让我们的年轻人 要受这样的伤害 所以包括那个群聚 我们就一直说 你如果有这样的群聚的话 你应该要提供裁剪 结果政府又设了很多的关卡 等到群聚了以后才来裁 所以这很糟糕 我最后要顺便跟大家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 我们都一直说日本很惨 但是我们台湾很好 日本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情况 事实上日本他在3月中上来以后 他现在这个曲线已经下来 但台湾上来了 台湾上来到已经有两天 我们的那个发病率都超过日本 然后整个我们现在发病率 几乎是跟日本不相上下了 校正回归之后 我们就超过日本 我记得杨部长就说过 我们会很快的 就重演了日本的故事 所以现在在讲日本 不知道在讲得很遥远 我们已经在发生了 我们已经超过日本了 我要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检验这个事情 你这个检验 不要老是得到后面你才来做 你如果政府你有宣布停班 我们年轻人如果他在 有配合的情况下 特殊的这个情况上班的时候 他的健康真的是会比较有保障 这个是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的检验 澳洲大家记得他封城 对不对 他是在这个最上面 他封城的时候 你看他检验到 一万个人来发现一个病例 人家都在做 我们台湾这个三十几个 做三十几个检验 就会发现一个人 所以我们都是做到后面 然后就叫有症状来检 这对其他人的这个保护 真的是很小 做检验快篩 应该要让检验很方便的来做 事实上用5%的这个盛行率 敏感度9成 所以我们看真阳性跟真阴性 真阳性就是病人里面 9成会被找出来 所以这样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你去上班的场所 有病人就被找出来 其他人才会安全 然后这个真阴性就是特异度 98%没病的人会被过滤掉 就不用每个人都在做PCR 我们就不用担心 政府PCR量能不够 我们节省了那个PCR的量 我们用快篩 我们有效的找出有病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来减少伤亡 这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小心去讲 其实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以1000个人去塞 那里面50个人有病 我们两个礼拜 就可以减少1125个人感染 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成本 就可以减少了这样的数亿的 几十亿的我们国家的成本 很重要的就是说科学防疫 今天我们所有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们年轻人染疫甚至于死亡 我们早就都说了 这是可预防的 这是亡死 而我们指挥官到现在还状况外 还一天到晚说 我们大家不要松懈 所以对不起 指挥官是你太松懈 你也太状况外 所以拜托拿出 你看你不去做这样的检验 结果你就会害企业产培 然后害我们年轻人丧命 拜托科学防疫 要做好防疫才有办法拼经济 否则那个什么5.46%的 骗人的 假的 没有用 保护年轻人 保护全民 才有办法保护经济 年轻人说民进党 当初我们把你们送进总统府 现在疫情爆炸 你们甩锅 竟然连我们都甩了 这是网友的看法 骨质疏松是可怕的隐形杀手 许多人拼命吃钙补钙 效果却吸收有限 骨科医师指出 关键在于活化造骨细胞 才能启动骨骼的生长 身体才会吸收到钙质和胶质 欧洲药理学期刊发表报告指出 汉方蛇床子素 具有明显增加造骨细胞活性